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JS中的变量 这个变量它有一个相对的概念 它叫做什么 它叫做长量 它叫做长量 那么我们所谓的长量 我先来看一下长量 那么刚刚我生成一个HKM模板的快捷键方式是感叹号 然后按一个Tab键 这个是生成一个HKM模板 我给大家标注一下 什么叫做长量呢 确定的值呢叫做长量 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数学中呢 100这就是一个长量 3.14呢 这也是一个长量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值一旦被确定的就没有办法被修改 这个叫做长量 那么由于呢 这个长量呢 它看起来是多少 它就是多少 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的名字 在别的这个书里面 它叫做字面量 这个呢 大家记住就OK了 那么在JS里面啊 关于咱们这个长量呢 不止一种 数据类型呢 也不止这个数字 这边呢 一定要注意 在JS中呢 咱们的数据类型呢 分为两大类 这两大类呢 分别呢 是基本数据类型 跟符合数据类型 好 那么这个符合数据类型呢 咱们呢 今后呢 再去讲 咱们先来看这个基本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呢 又分为这么几个模块 分别呢 分别呢 是数字 那么数字呢 它是number 第二个呢 是字符串 字符串呢 是 资罪 第三个呢 第四个呢 是特殊数据类型 特殊数据类型呢 有 nob 等等 好 那么首先呢 这个数字啊 就是咱们常见的100啊 3.14啊 这些都叫个数字 而字符串呢 是所有这个带单引号 或者双引号的 它都叫做这个字符串 那么关于这个双引号 和单引号呢 作用的一样 你比如说啊 咱们的这个单引号的hello 和双引号的hello 它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外面所套的这个引号呢 长得不一样 那么关于这个单引号 和双引号呢 多说一句 单引号的 单引号和双引号呢 你可以呢 用任何这个 任何一种的去 写这个字符串长量 但是呢 它不能前面是单引号 或者是后面是双引号 这么去写 好 然后呢布尔绳 它这个长量呢 只有两个 一个是tru 另外一个是first 那么关于这个 通知数据类型呢 这个num呢 它代表的是空 空呢 就是什么都没有意思 on-defined 它是卫生名的意思 待会呢 我可以去给大家去解释 什么是卫生名 好 OK 那么这呢 是关于咱们GS中的 基本数据类型 基本数据类型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变量它是什么东西 既然呢 叫做变量 那么它的值呢 肯定呢 可以被改变 所以才叫做变量 那么如果啊 我们要使用变量的第一步 应该的去生名变量 啊 应该的去生名变量 如何去生名变量呢 我们可以呢 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关键字 费呃 去生名 啊 那么在这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关键字 关键字呢 就是系统 啊 定义的 啊 有特殊功能的 单词 它能叫做这个 关键字 好 你比如说啊 我呢 想生名一个 变量 A值 它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18 这呢 就是生名一个变量 这个过程呢 在我内存中啊 它是有这个 啊 一段过程的 我们给大家呢 画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呢 大家得注意啊 最终我们写完的这个代码呢 它呢 肯定是由这个计算机去运行它的 那么它运行的时候呢 肯定是在内存中去运行的 那么具体内存中 遇到这句话之后呢 应该去执行的啊 它呢 应该是在 你比如说啊 这个是我们计算机内存 它呢 应该是在我们这个计算机内存里面呢 去通过VR 声明的一段空间 这段空间呢 它的名字叫做AGE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等于号呢 去给这个AGE呢 给它存值 那么在这个题里面呢 它呢 存了一个18的值呢 到这个AGE里面 那么在这呢 它呢 将这个18呢 啊 直接呢 存在这个地方 整个过程呢 在内存中的运行过程呢 就这么一回事 啊 这个呢 是我们变量的一个声明 啊 这个是我们变量的一个声明 那么在这呢 多说一句啊 如果呢 在声明变量的时候 同时这个给变量复值 这种行为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个初始化 好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么我们的变量呢 它当然呢 可以呢 通过这个后续的代码 去进行修改 那你比如说啊 在这呢 我们给它修改成了20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18呢 就被覆盖掉了 变成了20 那么现在我这个AGE的值啊 我可以来输出一下 它的值呢 变成了这个20 变成了20 那么这呢 是第二点啊 变量的复值 那么当然呢 那我可以呢 同时 定义多个变量 好 进去怎么去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的声明 Name AGE Sats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VR呢 去声明了三个变量 声明了三个变量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去将其中的这个Sats 我们去推出一下 完全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呢 在同时声明多个变量的时候啊 这个变量之间呢 要使用这个逗号的格开 最后呢 你记得还要去加这个分号 这呢是我们声明多个变量的方式 OK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去给大家强调一个小细节 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变量的一个命名 关于这个变量的命名 那么在我们这一台词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它有一个标志符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标志符呢 用户自定义的所有的名字 都叫做标志符 只要是用户自定义的这个名字呢 都叫做标志符 那么我们的变量呢 它同样的也是这个用户用户的 自己去写的名字 所以它肯定也叫做这个标志符 那么关于 这个标志符啊 如何去声明啊 关于这个标志符如何去起名字啊 它呢有下面几个规律呢 也需要大家去遵程 其中第一个规律呢 就是 标志符呢 它呢 必须有 数字 字母 下滑线 和这个美元符号 其中这个美元符号呢 给大家呢 写一下 它这就是我们的这个Dollar符号 组成 它呢不能以这个 这些除外的这个东西呢 去进行组成 那你比如说啊 在这呢 我去申明一个 内部中间下一个点 好 我们的运行下 好 手机刷新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这个页面上呢 很明显的出了这个错误啊 它告诉我们这个点呢 它是非法的 好 这个点它是非法的 好 ok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它呢 不能以这个数字开头 这个变量 它不能以数字开头 好 你比如说啊 在这呢 同样我们去申明一个内部 它等于叉叉叉叉 然后呢 它前面的给它写了个1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阅读一下 好 它这同样是错的 这个错误呢 同样呢 也是指在这一地方 好 ok 那么第三点 我们的标志符呢 它是区分大小写的 区分大小写的意思呢 就是 age和age 这是两个变 一定呢 不要搞错的 你比如说啊 我这呢 前面一个age等于18 然后再去前面一个大写的age等于20 然后呢 我把这两个变量的分别去输出一下 好 然后呢 就行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先出出了这个18 又输出这个20 这两个变量它是同时存在的 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升级版的这个规律呢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就是第四点 这个标志符啊 它呢 必须见名思义 这见名思义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啊 我们在这呢 想去申明一个变量 去存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你最好呢 就把这个变量的生命称内里就OK了 如果你想生命一个age呢 它想去存一个人的年龄 那么你就直接的把它生命称age就OK了 也就是说呢 我必须看到这个名字之后呢 就知道这个里面存的是什么数据啊 这才是一个见名思义的 好 这才是一个见名思义 好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去做呢 是因为啊 咱呢 以后呢 去进行这个代码开发的时候呢 代码量写多了以后啊 如果我们这个名字写的非常的恰当的话 对于咱们这个编程跟阅读来说呢 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方数的 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见名思义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呢 就让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个内容呢 它生命成名字以后呢 它的这个数据类型呢 是四幅团类型的 好 那么在这地方呢 有一些东西呢 可以呢 去输出啊 可以呢 输出这个当前变量 或者这个常量 它的一个类型 好 好 语法格式呢 给大家呢 写一下 啊 它的语法格式是temp2 然后呢 电量 或者这个 常量 啊 那么我们先来去输出一下这个内容 它的一个temp2 它呢 很明显的 是一个zof-temp 好 很明显是一个zof-temp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呢 需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啊 在后续的过程中呢 如果呢 把内幕呢 里面的值给它改成了一个18 那么这个行为呢 在gs下呢 是被免许的啊 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 gs呢 它是若语用语言 好 这个所谓的若语言呢 是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 变量呢 它的被复制成什么类型 它就是什么类型 那么因爲说呢 我后续呢 将这个内幕的复制成了这个18 然后呢 我们再去输出它的这个数据类型 后面呢 它就直接给变成了 哎 后面一下 重新运行一下 OK 然后再去输出它的数据类型 然后再去输出它的数据类型 嗯 你就是说我是一个18 然后呢 再给它复制成了 hello 好 稍息 OK 咱们能重新给它起个名字 你就是说它是8 啊 你就是说它是8 然后呢 那我在后续的这个代码里呢 我将这个age 直接给它改成一对付串 那么最开始这个age 它的数据类型 那是number 好 然后呢 后面通过这个复制啊 修改它里面的这个长量以后 它的数据类型变成矢队 那么这种行为呢 在我们这个编程里面的 一定不要这么去做 啊 也就是说呢 不要在后续的 代码里呢 去改变 该变量的数据类型 嗯 原因呢 也很简单 就是如果啊 我们随意的去改变当前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的话 那么很容易引起这个代码的奇异 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啊 就像我刚刚这个内容 我本来这个age里面存的应该是年龄 如果我在后续过程中给它存成了名字 那我在使用的时候呢 出错的几率呢 就非常的大 这个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OK 那么这呢是关于咱们变量的一个讲解 好 在 我们的PPT里面呢 关于刚刚我所讲的这几点呢 也都有详细的解释 OK 大家吧 João rural 家 榜 王 王 队 马 纸